综合塔斯社 俄新社和消息报报道 当地时间4月25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总统令 为回应俄罗斯资产在国外被扣押或限制 将对不友好国家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 法令序言中称 这项法令是由于需要采取紧急措施 来回应美国及其他国家扣押或限制俄罗斯联邦 俄公司和公民资产的非法行为 根据该法令 如果发生此类不友好行为 或出现针对俄罗斯国家安全 经济安全 能源安全和其他类型安全 及俄国防能力的威胁 将对不友好国家在俄罗斯的资产实施临时管理 报道称 该法令还批准了一份清单 其中列出的资产已被临时管理 清单由五个部分组成 动产不动产 证券注册资本中的份额和产权 目前除了证券 其他四部分均为空白 这份资产清单目前已包括俄罗斯发电公司 Online Pro和富腾公司 公司中的三个外方拥有股份的项目 因此Online Pro SE拥有的83.73% Online Pro股份 Fortum Russia BV拥有的69.8807% Fortum股份 以及Fortum Holding BV拥有的28.3488% Fortum股份被临时管理 资产的临时管理可根据俄罗斯总统的决定而终止 该法令即日起施行 早在去年4月 对一些西方国家提议没收俄罗斯海外财产 普京就发出警告 强调资产国有化是一把双刃剑 此前报道显示 也有多国冻结和没收俄罗斯资产 2月24日 G7国家打算冻结俄罗斯资产 直到俄乌冲突解决 美国国务院对外援助办公室主任达弗尼·兰德 2月15日称 美国将继续没收俄罗斯资产 并已经在计划如何利用这些资产帮助乌克兰 2月13日 瑞士联邦经济事务秘书处发言人 Ant Birtegin表示 截至2022年12月1日 瑞士政府冻结了75亿瑞士法郎的俄罗斯资产 而在去年5月 乌克兰政府通过一项文件 决定将乌境内俄罗斯资产充公 当年7月 欧盟司法专员迪迪埃·雷恩戴尔说 俄乌冲突开始以来 欧盟已冻结了来自俄罗斯富豪和其他实体的 价值约138亿美元的资产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今年3月10日曾表示 俄方认为冻结俄罗斯资产 违反国际法 俄罗斯资产